我認識了兒子九年 2013年出入九龍華人書院校長時 很快就認識兒子 他給了我的感覺 我可以用四個字形容 就是英雄有夢 兒子是一個dreamer 他經常有很多夢想 大家都知道 好像他說 不如兩間華人在紅館開演唱會 或者兩間華人在文化中心 搞過一連五天的音樂節 還有當然他跟法拉丹能一起 推行的dream campaign 幫兩間華人的小班教學可以落實 這裡也要代表兩間華人的 所有community的成員 都要多謝兒子哥這個dreamer 將他的dreams可以實現出來 這個世界上可能也有很多dreamer 但是能夠有這樣的英雄氣概 將那些夢想實現 兒子哥也是個表表者 他經常掛在嘴裡有兩個問題 為什麼不行 為什麼不可以 這個也感受到 就是一個華人仔或者耶穌會教育裡面 常常都會強調到的 Margis Driven這個精神 Margis就是一個拉丁文 來自耶穌會的使命就是 是穴 顯 主 榮 做得更好 所以兒子哥接受了這麼多年的 耶穌會教育 自然都會有Margis的精神 他都會說 為什麼不行 為什麼不可以 兒子哥給我的感覺 所以我就感受到他那種的英雄氣概 因為有一個夢想 你也要有那份的英雄氣概 才可以實踐出來 前幾年 有一位前耶穌會士 叫Chris Nauni 他作了一本書叫做Heroic Leadership 就是講一下為什麼耶穌會是這麼成功 耶穌會這麼成功 最主要就是因為 那些耶穌會士表現得很出色 他本書裡面說到 耶穌會士有四個領導特質 其中一個就是Heroism 他的意思就是那種英雄氣概 英雄氣概他用幾個字去描述 第一就是有Courage 要有一個勇氣 就像兒子哥說 他有一個夢想 但這些夢想 很多人可能想過一下 但立刻就放下 因為怕說出來被人笑 或者是怕說出來 人們不認同 落實不了 但是他有這樣的勇氣 去提出來 說服身邊的人 將這些夢想變成真 而第二個就是Nobility 高尚的情操 他說兒子哥呢 他為華隱的服務 真的是無私的服務 有一次他就跟我說 我退出了華隱一家的管理 board 我說為什麼呢 他是一個熱心的粉絲 為什麼他退出呢 他說因為有些人想入球 我便退位出來 讓那些人入球 就可以叫他們捐錢 我退了出來之後 但我一直都會繼續幫華隱一家去做事 這種就是高尚的情操 而第三個特質呢 就是很有心 很有心 我還記得他之前大病那一輪 他病完之後呢 出回來 那次病已經很嚴重 我個人都為他很擔心 但他出回來呢 他已經馬上說了 我能夠可以在病床上起床 出來 好像都是要我為華隱 再做些事 再做些事 那你見到他的心 剛剛病得這麼重 稍微好起來 就出來 將他另一個夢 跟大家分享 就是那個 music festival 一年五天的 music festival 所以見到他 是真是 整副心力 都是為了 兩間華隱和華隱的community 雖然仔哥 是現在離開了我們 但他的精神 他這個精神 就是英雄有夢的精神 相信我們一群的華隱和華隱的community 都可以承傳下來 我們會繼續為兩間華隱 為我們的community 發生一些夢 而將這些夢 用我們的英雄氣概 去實踐出來 為我們的華隱 將來的發展 是可以推上更進一步的高峰